去年台北市三咖杜魏西村 你们投票有气宝吗 你们应该是用智慧化 智慧决定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去了看三个在竞赛的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看到气宝 新竹啊 新竹啊 我说台北我要讲台北 对 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决定的选择 新竹是不是气宝 可能他在做过民调的分线 我要特别跟这位同学说 每一个选择都是个人智慧的选择 我们都尊重个人的智慧选择 所以三咖杜再怎么样做 都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我相信年轻的朋友跟所有写明一样 会做智慧的选择 这当中我特别又谈到 现在比赛 刚刚还开始 甚至在热身的阶段 那这不管结果如何 我常常说一句话 也是我早上说过了 我们这些事情好好回答 我们这些事情刚开始而已 一不是一三不是三 要到最后才知道胜根腹 我们每一个候选人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要有耐力 坚持力跟毅力 站到最后 就像灌篮高手 安西教练说一句话 比赛没有结束你放弃了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放弃了 那就结束了 所以在比赛 在过程当中 我绝对不可能放弃 我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刻 另外又问了一个问题 我跟两个候选人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差异性 我特别跟同学报告 我是一个从基层历练上来 每一步一步一脚印 把15个职位 经过所有的长官人民的支持肯定 才有今天 我不是横空出来的 我是一个从最基层 然后到一个市长 没有一个职位跳过 我完全跟人民站在一起 了解人民想要什么 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大小数我都可以亲力亲为 把事情解决 就像我在新北市 50年不变的文宰俊 我改变了 完全没有人这个 我改变了 没有人敢做了 我做了 为什么敢做 我就有魄力 没有什么要考量 该做就做 绝对不让步 就回头过来 我会用这个态度 跟两个候选人完全不一样 不但基层力量完成 做我就做 所以刚刚讲的一个问题很好 八年的弊案 八年的问题 做不做 上阵就做 不但做 比特殿族还做得更确定 一个都不放开 一个都要好好的侦办 当然 我办过那么多案子 没有不破案子 没有这个弊案不解决的 没有像别人五大弊案 早上半分也没有完成 所以很多事我们就针对问题一个一个让他清清楚 一个一个把他做完整的对国民来做交代 所以不管是特殊族啊 不管是专案小族啊 那就是一个名称而已 所以只要要发挥展现您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可以看到新北市这几天大发展 没有用破例解决问题 新北市不会有今天 所以第二个 我回答这个问题 往今开始作战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声量变得很高 而且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其实 假信息的作战 充促着在台湾 我们有打炸 有打假信息 看来看去 民政党在打假信息都在打假的 假装打假 只有自己呢 像这个案子 本人只要照整个侦查跟行政调查的程序 完整的调查 好好地去查 就不会有某些造谣 造成人心活动 造成家长跟幼儿老师的对立跟冲突 如果这个查出来 老师没有呢 要是中央管制药品出来的 怎么对社会大众对幼儿幼儿老师交代 怎么要对社会大众来交代 这过程当中 家长的安心幼儿童的健康 大家趁着要死 造成人心活动 是谁造成的 真相只有一个 把这些搞清楚 假信息 我们要拓棄他 要查办他 现在的民进党 你有责任 有在嫌疾的时候 从头到尾好多假信息 这些假信息 一定不要忘过 但是我还是一句话 我尊重所有的言论 的自由 这个我一定尊重 但是如果要用假信息 来在伤口上撒言 引起选票 这是很可恶的一件事